嘿,你这玩啥呢? 微软模拟飞行啊 别呼我了,这线条画面怎么像是微软模飞啊 是的哦,这是在微软模拟飞行里面玩微软模拟飞行 微软模拟飞行全新40周年版中的这个彩蛋 估计很多飞游已经知道了 但你知道还能弹出成独立窗口进行游戏吗? 以及任意设备都能玩? 嗨,大家好,这里是Diablo湖大波湖 在本期节目中就来谈谈这一情怀彩蛋 先来说说如何触发彩蛋 选择钻石DA62飞机进入任意地点刷新 原则上只要能打开航电即可 不清楚这架飞机如何操作的话 可以选择跑道刷新或者按Ctrl-E 然后打开ELT开关 看,PFD上可以玩怀旧游戏了 画面上方可以切换一代到四代四个作品 这都是早期的DOS版本微软模拟飞行 操作是一致的 不过这个PFD的版本不支持键盘操作 只能通过鼠标点击屏幕上的按键的方式进行交互 用手柄的话需要先按下左摇杆 切换到鼠标模式方可操作 由于是玻璃仪表屏幕 我们可以按住键盘右out键同时点击屏幕 就可以将其弹除成独立窗口了 最初四座的游戏场景都是早已废除的芝加哥梅格斯机场 而现在40周年版中复活了该机场 那么我们可以在微软模拟飞行的梅格斯机场内 玩微软模拟飞行的梅格斯机场起降 这一彩蛋其实是利用了名为FS History的开源项目 由Sebastian Merkel博士开发 项目原代码托管在GitHub 它也基于GitHub Pages 托管了一个完全可用的网页版本 任何设备的现代浏览器都可以打开这一网址直接游玩 技术上说 这一项目使用C语言 完整模拟了8086CPU的运行环境 以及键鼠等IO 利用LLVM将原始DOS程序的C代码 编译为WebAssembly模块 供网页调用 微软模拟飞行的彩蛋版本 应该是直接利用了开源项目的VASM模块 再自行编写了一套UI实现 VASM这个东西听着耳熟 对了 这就是本代模拟飞行开发机模的一个技术要点 Xbox版至今玩不上高端机模也是和它有关 感兴趣的飞游可以延伸观看这期视频 好了 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些 欢迎点赞分享 有关更多飞行模拟相关的视频 请见简介区的节目列表 或者前往复兴员大波湖官方主页 fly.dbh.one 也欢迎加入大波湖粉丝群 和其他飞友们谈天说地 最后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